今年适逢积极大地震20年 为了提升民众防灾意识 积极政工所日前举办 921振透20防灾物资积极包发表会 发表会中进行积极包开箱 告诉大家需要装进哪些防灾物资 大小朋友都说这是最贴心 实用的防灾礼物 在921大地震20周年前戏 及其政工所希望民众 将昔日地震伤痛转化成防灾趋势力量 落实防灿防灾生活实践 特别像民间企业募集 推出限量2500份防灾物资积极包 及局政长全其横表示 在这次募集物资过程中 非常感谢许多热心企业与团体 慷慨赞助防灾基本备免物资 让防灾物资 丑募企划变得更有意义 充满台湾的人情与关怀 今年是921震后第20年 那积极镇身为政殃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使命 要来宣传更多 跟于防灾有关的东西 所以说制作了这次的防灾积极包 然后我们想起了当时 大家各界的企业 或是个人 有钱捐权 有利出利的这样子一个团结 跟这个热心的一个作为 那这次也有很多的企业组 来给我们响应 那我们可以顺利制作出 这次的防灾积极包 那希望借由这个积极包 来跟那个更多的证明 尤其是没有经历过921的 这些新世代 来让他们知道地震的可怕 以及平常积极准备 防灾的重要性 及政公司用心准备了 各式的活动 以及这个防灾相关的教育 那希望各位民众可以来 积极走走看看 看看重生的积极 新生的积极 以及平常要积极准备 我们这些防灾的 这个应酬措施 爱心不露人后的 知名声乐家简文秀 现场一名妙歌喉 高歌祝福 贵宾与占主的企业 她说921发生不久 就来到灾区 以歌声服务灾民 用行动力挺年轻又用心的 纯镇长 这个圆圆很新的 20年前的 他们的五千多个人 就是他们的法会 就是我唱晚歌 所以其实今天 又来到这里 那为什么我又来到这里 你们看看我们的这个镇长 紧张又年轻又有魄力 然后又有想法 又有创意 所以在我们在政治人物当中 有这个发心 发怨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次拿 我们异光电子是捐的一个小小的手电筒 我来想说现在 如果在地盘的时候 要走的时候就要轻 轻 轻 用电用更久 所以我们这边开模 最主要是积极正常 他很健身的 他这样去台北 把他摆风几个摆 我摆也不行 不过实在是 他就是给他感动到 这样啦 积极包设计者侯月娥表示 很高兴能够设计 并提供证明使用 积极包另外防水质感好 适合防灾使用 我很高兴 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包包 给那个积极正 所有的证明来用 因为第一 它不只是那个手感好 就是颜色鲜艳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那个防水 内外都是防水的 它不沾水 我是觉得 这个包包在 等于说防灾方面 是非常适合的 在黑暗的时候 其实它不需要 很多的这个光线 它就可以 直接就看到 非常显眼 所以我就显了 这个颜色来搭配 积极正宫所特别预告 最后二十 积极以艺术展现新活力 9月21号 22 28 29号 于积极火车站前广场举行 108年小镇艺术节 积极生活斗争行 将透过小镇艺术节系列活动 展望积极蜕变重生的新活力 经邀请正名 旅客前往共享盛举 记者上天福 自己采访报道 准备 防灾 不出发